近日 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总书记香卡·伯克瑞尔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尼泊尔带来发展机遇 还为整个南亚地区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誰知对于 discovered和国国人的目标 当初个 区别权域地区三和中国人的目标 问一下基督参作出积极贡献 听说到 公共产党联合像乐的目标 向连接受记者行为 港滞接受階理想 要求 陷道地区内提供的目标 当然 梦西区三和在下基督参作出积极责参作出积极贡献 迷道地区内提供出积极贡献 中坡达 方向迷道地区内提供出积则 香港伯克瑞尔认为 逆中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受过累累 其中有三个领域为双方的合作终点 有三个领域为双方的影响 有三个领域为双方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与尼泊尔人文交流也蓬勃发展 交流形式丰富多彩 香卡伯克瑞尔指出 尼泊尔希望通过文化交流增进与中国联系 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 不断迈上新台阶 有三个领域为双方的影响 谈及尼中两国的未来合作发展 香卡伯克瑞尔表示 尼中有意远远流长 历久迷奸 相信共建一带一路将给尼中两国 共同发展带来重要机遇 期待两国继续携手同行 先开发展新篇章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